我老婆是一个很斤斤计较的人 婚后为了更为方便她算计每个人的支出 她向我提出了AA之生活 寻常带女儿出去买一包两块的零食 都要回来询问我要我那一块的份 后来 我们的女儿正因为突发肠胃炎等我去缴费 柳如烟得知此事后 也只是轻飘飘给我来了一句 女儿是你带的时候出事的 不要问我要我那份医药费 当晚 她正狂洒十几万 只为博德男模一笑 柳如烟又一次因为女儿消费跟我AA 这次AA的是她今天突发奇想 带女儿如烟出去吃一碗十七块的面 这次如烟吃的比较多 几乎一大半都让她吃了 所以算她十块吧 那个面汤我可没动 所以三块我也不出啊 你拢共需要给我转十三块 在说着这话时 柳如烟手上还拿着一本 她用来记账的小本本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 这两年来她和我在家中 支出这一方面AA的部分 小到一包两块的零食 大到买房子出的钱 虽说是AA 但实际上每次柳如烟 都会以各种理由 减轻自己负责的那一块 为了家庭和睦 我也一直忍了下来 就十七块的面嘛 有必要分得这么轻 我给柳如烟转了一百块后 又很是不悦地嘀咕了一句 更何况上次 我特地带如如出去玩的钱 我都没回来找你分呢 一家人了 分这么轻干嘛 反正都是用在如如身上的 虽然柳如烟口口声声说自己 AA也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家长 分得更轻一些 凸显出公平公正 但我眼睁睁看着他收了我那一百块后 账单上依旧不改 直接已收拾七块十 心中还是有些不大舒服 这就是他所谓的公平公正 我本想借着这个 跟柳如烟商讨一下结束 AA制这种生活 但柳如烟一听 当场就不乐意了 不就是一百块嘛 你一个大男人 至于分得这么轻 我记账只不过是为了防止 以后你在这件事上 突然背后捅我一刀而已 又不是为了其他 我不记得话 该有多被动啊 柳如烟直接说什么 都不同意的态度 让人顿感无奈 真正让我感到心寒的 还是他后面未雨绸缪的一番话 他就这么笃定 我以后会在这件事上 背后捅他一刀 两人明明都结婚生子几年了 他对我就一点信任都没有 正想着 柳如烟倒过完自己手机后 又说了自己亲戚那边 有一个弟弟 最近要结婚的消息 一句让我象征性准备一些礼金的话 让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丝不对 之前不是说好了 咱们各自亲戚 就由各自负责吗 怎么这次你又让我负责了 倒不是心疼那礼金的钱 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前段时间 我那边也有一个亲戚生孩子后 跟柳如烟提及这件事时 柳如烟当时的反应 明明当时一脸正气 跟我说着两人既然已经决定AA 那应该要共同遵守那些法则的模样 怎么现在到自己了 那钱又让我出了 这不也是我们一家人的支出之一吗 毕竟送礼这件事 关乎着我们一家人的脸面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小气 什么事都要斤斤计较 在分账这件事上 柳如烟突然又有礼了 最终我还是任命 任下了柳如烟所谓弟弟的礼金 得了逞之后的柳如烟 却并未如以往那般 把账记在本子上 主要这也没咱两瓶摊啊 我该怎么记 你个大男人别这么斤斤计较 柳如烟不由分说 直接给我戴了一顶高帽子 一招双标倒是被他玩得挺溜 我把最近柳如烟的行为 分享给兄弟们听 其中一个好友张凯听闻后 直接对我发来一句疑问 我怎么记得之前 他不是这样的啊 这些年你们是经历了什么 让他变成现在这样了 张凯和我以及柳如烟 是同的大学毕业的 虽说后面我和柳如烟 是出了学校之后才确认关系 最终一同走向婚姻的殿堂 但在学校时 我们三人便时不时聚在一起玩呢 要说柳如烟之前的行为举止 张凯也是劣之一二的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从哪里学的 反正结婚后 就跟我开启这种制度了 我如实跟张凯分享着柳如烟这些年的变化 回想最初开始柳如烟提出AA之时 是在我跟他结婚后的第二天 当时的他跟我说着 这是他父母提议的 为的就是后续家里有什么事 也可以快速理清并解决 家和万事兴 你都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小家庭 因为钱的问题动不动就两人吵闹 反正我爸妈也是为了咱们好 咱们就听他们的话呗 柳如烟当时对我如实说着 脸上既是一副新婚后的青涩 为了不服他的心 我也只能硬了下来 婚后正常两人平摊之初 倒是让我有这么一瞬间的不以为然 反正我觉得你还是好好跟他谈一下这个问题吧 这么斤斤计较的 怎么能一同过好日子张凯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这般劝说着 明明外人都懂得的一些道理 柳如烟却一直跟我坚持了几年 我随口应付了一句好的后 又收到了柳如烟给我发来的一个订单截图页面 上面显示的是某款电脑的下单支付情况 你那台电脑被我一不小心弄坏了后 我给丢了买了台新的 你负责A的一半钱记得转给我啊 柳如烟不以为然的态度令人心中咯噔一下 我回了房间查看一番后 那原本应当被我小心放置在桌面上的电脑 果然已经消失不见 明明那是我新买不久的电脑 他柳如烟怎么能随意碰坏就算了 还这么随意处置 更别说那新电脑本就是他为了赔偿我而重新购买的 我怎么还需要A一半的钱 三 我拿着这件事跟柳如烟理论 柳如烟依旧很是有理在那跟我争辩 那给你买电脑算不算生活支出 这种大恶的钱难道不需要夫妻俩一起负责吗 我只是就是论事给你管着我们这一家子的生活支出 你怎么一直这么斤斤计较啊 柳如烟先我一步露出委屈神情 一副明明我就是为你好你怎么不知道的模样 让人直接哑然 那一瞬我只觉得心中好似有一股气堵琢 无处发泄之余还挠得心痒痒 话语最后 柳如烟还不忘提醒我 要我把我需要A的那一份转给他 我也是看着那电脑被我弄坏了以后 好像也没什么用 所以直接低价卖给那个收费品的了 面对我询问那就电脑如何处置的问题时 柳如烟也是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回复我 那卖了电脑的钱呢 我直接立声质问着柳如烟 回想当初我买那电脑的时候 我是直接自己全款负责买下的 柳如烟压根就没分担多少 现如今既然卖了 那钱应当也是给我才是 总不能钱需要我A就算了 那卖掉的钱也不给我吧 听到我这么询问后 柳如烟脸色又是骤然一变 反正电脑都卖了也不值什么钱 也算是给咱们这个家添补点家用 你一个大男人 要不要这么斤斤计较柳如烟 依旧一顶高帽子向我袭来 在他口中斤斤计较这几个大字 已经稳不跟在我身后 随时有成为我身上标签的可能 面对他这般一而再再而三的双标行为 我终于一个没忍住 借着这次的机会和柳如烟大吵了一架 柳如烟也在这一次争吵过后 直接摔门而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次突然反击 让柳如烟心生恼恨 接下去一连几天柳如烟都不归家 也不现身 给他发的消息也是爱回不回 通过圆圆不断亲戚找来质问我 为什么会这般对待柳如烟的行为来看 柳如烟私下应当是偷偷跟他们说了什么 我带他不好的话语 一副受害者的模样 如愿为自己赢得了不少人的担忧与支持 听妈一句劝 现如今像烟烟这样勤俭持家的女孩 已经不多了 她记账又怎么样 总比一些花钱大手大脚 从来不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里的女孩好吧 我的妈妈也在柳如烟不归家的第三天 对我发来了劝告的话语 来自四方的压迫使得我对于柳如烟这种举动越发厌恶 请柬持家 这众花我钱就不以为然随意挥霍 花他钱就动不动计账 一笔小钱都要A的做法 在外叫请柬持家 四 在亲朋好友的压迫下 我把柳如烟请回了家 对方声称要借着这个机会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 让我额外拿出一万块算是填补公共家用部分 为了不让他继续对外说着什么不利于我的话 我还是从我的小金库中挪用出了一万块给他 连带着还有上次所谓电脑AA的部分 也不要露出这种好像我逼你的一样嘛 要是家里有什么事 我也会挨出自己这一部分啊 我做这么多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好 柳如烟轻声安慰着我这么一番话 原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落下帷幕后 我和柳如烟还有如如的生活应当会恢复从前 柳如烟对于AA制应当也不会像前段时间那般磨着 但不过两天 如如突发肠胃炎需要缴费住院 事态紧急下我给柳如烟发着消息 让他给我转点钱以防万一 柳如烟许久后才缓缓回了一句 今天是你带如如的 如如出事应当是你自己出钱才是 我为啥要为我的那一份钱 事已至此 柳如烟竟然还跟我分得这么轻 又脱口而出的AA制让人觉得火大不已 之前明明一个小小的零食或者一碗面 都要回来跟我要我应当出的部分 此刻我只是表明自己想要挪用公共部分 先让柳如治好病后再去考虑接下去的 怎么柳如烟又冒出了另外一封面孔了 柳如是你亲生女儿啊 现在你还跟我分你代我代 明明之前你说要A什么我都痛快答应 并且直接转账的 现如今突发状况你还管你纳破 AA制干什么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个道理你究竟懂不懂啊 我不顾在医院直接打着电话 跟柳如烟大吵了一架 转头跟好友借了钱后 我也一连好几天没有回家 全心全意在医院陪伴着如如 那通电话结束后一整晚 柳如烟依旧都没有给我转账 五 虽然早已知道了如如因病住院的事 但柳如烟出现在医院的时候 事情已经发生三天了 短暂出现完成自己身为母亲的职责后 柳如烟又借着自己工作忙为由 直接离开了医院 一直到我趁着如如准备出院 想着提前回去收拾一下他的东西时 我看到了那本 说着自己最近需要出差的柳如烟 一脸喜色从小区中走出 身上还穿着凉爽小吊带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 将那天晚上 那个小哥哥老老实实等我啊 路过时 我听到柳如烟毫不掩饰 对着电话那头说了这么一句 所谓小哥哥听得让我呼吸骤然一缩 考虑不过两秒 我直接改变目的地 转身跟在了柳如烟的身后 一直到看到对方来到本市最大的酒吧前 动作很是熟练的和保安打着招呼的一幕 我当即心中一冷 明明在我的印象中 柳如烟从未来过这种地方啊 现如今这么熟练 难不成这段时间长来 突如其来的 我想到了柳如烟最近总是借口自己加班 以及出差的事 本该出差 但却出现在酒吧这一点 无疑是为我这一猜测增添了不少真实性 为了验证我心中的想法 我也假借里面有认识的人成功混了进去 里面的人不算很多 场面也是极为昏烂 角落处柳如烟正大把大把 往一个男模身上撒钱的举动 很是引人瞩目 那我怎么都没办法 在柳如烟身上拿到的钱 此刻正被他以一种极其潇洒的姿势挥霍着 看到这一幕后的我 只见陷进掌心 心脏像是被人用针扎了一下 痛到窒息 可偏偏这时候柳如烟似乎还觉得不够刺激一般 公然在里面角落和那男模亲吻着嘴 我甚至都怀疑他们下一秒能直接干起来 一吻结束后 我听到那人直接了当询问柳如烟 姐姐一连几天都来我这里 不会是家里那位惹得姐姐不痛快吧 不得不说 那男模当真是能吃这晚饭的人 娇滴滴的撒娇询问 直接把柳如烟拿捏得死死的 家里那个怎么能比得上你这小甜嘴 姐姐既然来你这里 不要在我面前提这么不愉快的事了 好吗 要不是还有个孩子牵绊住我 我都想天天来你这里 天天给你你最喜欢的毛爷爷 柳如烟那话结束后 又拉着对方来了一个极为黏腻的吻 酒吧内开着的空调 直接将我整个人吹了个头心凉 在我面前的时候 不是天天AA制很是分明吗 不是勤俭持家 对每一分钱都记得很轻吗 怎么现在面对一个 或许刚认识不过几天的男模 竟能直接放话说天天把钱送给他 有那么一瞬间 我都想直接大闹酒吧 把两人的丑事 暴光在大众的事业中 前两天因为如如生病 柳如烟不愿掏钱出来的恼怒 也在此刻一同被再度激发 所谓记账分明就是柳如烟一人 针对我所做出的举动吧 六 我最终还是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举动 柳如烟把男模打发走后不久 他好有灵力也在这时赶到了现场 一句孩子怎么样问的柳如烟 是哑口无言 管他怎么样 反正他出事的时候 是林凯那家伙在旁边的 林凯钱这么多 日常AA的时候却这么小气 也该让他处处写了柳如烟 直接一副 我就是故意的 他能拿我怎么办 让人看着只剧无言以对 宣闹中我也看到旁边凌厉听闻后 脸上也是一副 就该这么做的神情 夫妻之间分得轻一些 对你也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林凯一个男人 跟你斤斤计较太多 说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该他负责的就不要心疼他 万万没想到 柳如烟那不正常的思维 竟然是他那些好友 潜移默化灌输给他的 我没听太多 便继续回去把如如接出院 一直到柳如烟玩到了大半夜 一身酒气回来时 我依旧坐在客厅等着他 打开灯见到我的那一刻 柳如烟脸上明显有些慌乱 既然你回来了 那就把如如住院的钱 A给我吧 我把医院的账单 一一摆在柳如烟前面 对方听闻我这么说后 当即又是一个不乐意 明明如如就是在 被你带的时候出事的 我凭什么要A钱啊 柳如烟一副 李不值 气也壮的样子 惹人嘲讽一笑 回想今天在酒吧中 看到的那一幕 我心中好不容易压抑下的火气 又再度爆发 明明花在那些男模身上时 柳如烟都是眼都不眨的 大肆挥霍 怎么现在让他把钱 用在女儿身上 像是要了他半条命一样 我铁了心 让要柳如烟在AA之上 狠狠跌倒 不由分说 把先前柳如烟 和我聊到AA之时的 聊天截图甩了出来 对方见到我这般脸上 依旧不为所动 上次因为斤斤计较 整日记账这件事 你在那些亲戚面前 闹得沸沸扬扬的 如果我突然跟他们说 你私下连如如住院的钱 都不愿意掏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 我一招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压得柳如烟 终于低下了头 戏 有了这么短暂的一次经历后 我开始主动 跟柳如烟 谈结AA的事 日常柴米油盐 要分得清楚不说 如如出去玩的时候 我也不再充当冤大头 全款解决 一张又一张的账单 传回到柳如烟面前 柳如烟自己的小金库 余额减少速度 比先前快了不少 意识到自己当前的处境后 柳如烟也开始 如之前那般四处挑刺 编造各种借口 来让我负责主要部分 有没有搞错啊 她一个小孩子 能出去吃饭 吃了五百多 肯定是你吃了大头 如如吃的最多一百块 柳如烟看了我 带回来的账单 不由分说 就只转了一百给我 下一秒 她掏出自己那边 惊天所花的开销 如如出去游玩那一部分 直接花了一千块 本来应该是我们夫妻俩 一同带如如出去玩的 但你因为有事 没能陪同 这样的话 大头就你站吧 当时在另外部分 对如如的补偿了 柳如烟对着我 比出了个九字 我也很是爽快的 给她转了九百 我和她之间的谈话内容 以及最后的九百块 到账提示 全都一一 被我装在家中的 监控摄像头 记录在内 柳如烟实在太能说了 一张嘴是非不分就算了 还黑白颠倒 先前电脑事件 让我明显意识到了 柳如烟这一特性 所以现在不管做什么 我都要给自己 留有一点证据 望着那喜滋滋 把钱收下后 不知道又再打算 去哪玩耍的柳如烟 我心中发出阵阵冷笑 一张张我跟她之间 明显有所对比的 聊天截图 也被我一一保存好 也不知柳如烟 是不是经历了 短暂的低谷后 又开始放飞自我 她前往酒吧的频率 也越发多了 为了能够更为方便监视 她在外是否做了什么 更加过分的事 我给柳如烟手机 安装了定位器 从定位器上看 她每隔一天 都会找借口 去重信一下 自己在酒吧里面的弟弟 原先我那被她说着 已经弄坏了的电脑 实则也是被她看上后 转手拿去 送给了男宠 眼见自己 无法阻止柳如烟 沉迷于其中 柳如烟例行 给到家中的 共同生活费 也越发减少 我直接匿名 把那天柳如烟 找男模的照片 发到了她公司圈子中 爸 柳如烟很快 因为自己私生活问题 被公司高层找去谈话 工资也做象征性的下降 钱钱钱 怎么需要这么多钱 你是不是故意的 再一次 我又以如如的教育花笑 向柳如烟要着钱时 柳如烟的反应 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更为激烈一些 毕竟这段时间来 我因为这种事 询问她要钱的次数 实在太多 多到她已经开始 有些烦躁了 一家人分这么轻干什么 有什么必要吗 反正都是花在 如如身上的 你就直接全款 让她去学 不就好了柳如烟 直接连自己那份 都不愿意出 一口便决定了 如如接下去的路 之前一直借着 给如如花钱 而跟我A钱的面孔 也在这时 被撕了下来 她以为我还不知道 她背地里去 找男模的事 当下面对我时 自然还是那副 毫不畏惧的面孔 面对她这般 我直接原封不动地 把柳如烟 之前对我说的话 又再度还给了她 不是你说的吗 还是分得清一些比较好 不然以后 我借着这件事 背后捅你一刀 怎么办 我一副软硬不吃的模样 让柳如烟 听着脸色别提有多黑 自上一次 我目睹了 她为博南墨一笑 而大洒现金开始 我便一直想着 要让她在这一方面上 自食恶果 柳如烟 明显前面的安稳日子 过得太多了 对我一系列行为 有些招架不住 谈话的最后 柳如烟还是没同意 出自己应付的那一部分 我也没在这件事上 对她有太多 死缠烂打行为 转头装作不经意间 把这件事 透露给了亲朋好友 明里暗里的表明 是柳如烟自己说着 AA但却不实施 柳如烟处境 一下变得举步维艰 原以为这一系列操作下来 柳如烟对于自己的日常 应当会稍微收敛一些 所谓AA制的面具 也开始逐渐被我撕开 在一次下班后 我回到家 我发现家中来了 很多不速之客 赵母娘见到我之后 脸上皱纹 近乎多到笑的 皱到了一块 小林回来了 听说还去给我们 准备了住的跟吃的 你真的是费心了 柳赵母娘的一席话 听得我有些莫名其妙 正巧这时 柳如烟也端着一盆水果 来到客厅处 我找了个借口 将其带到了卧室中 我这是在让你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毕竟要让你在我家里人面前 留下个好印象嘛 所以我才说 我妈她们上来玩这几天的石柱行 都包在你身上 让你负责呀 这么点小事 我相信老公 你可以办得很好的 酒 柳如烟明显就是让我当冤大头 专门负责她妈妈一家子 这几天的开销 一如先前那般 我这是为你好的样子 着实让人看着烦闷 想到之前我妈妈难得一次 跟我们出去游玩 柳如烟全程黑着脸不说 还公然在我家人面前 说着所有开销 借由我自己负责的话语 我假意苦恼一阵后 被迫硬了下来 在给丈母娘订房的时候 故意挑了豪华包间 房费先攒着 后面我在一并结算 我对那酒店的工作人员 如实说着 房间问题定下后 我又带着一伙人 齐刷刷地来到高级餐厅中消费 丈母娘见到我这般大手笔 眼睛一下就亮了 真的是辛苦小林了今天 破费了破费了 丈母娘直接给我好一顿胯 旁边的柳如烟听闻 也不由地跟着陪笑 借着有事 需要出去商谈为由 她好奇询问我 最近是否发了什么奖金 安排的东西竟都如此高级 我文言也没做什么隐瞒 直接把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你觉得满意就好 我还怕你不满意呢 我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语 让柳如烟愣了好一阵 一直到后面工作人员 把账单拿过来 让她付钱时 柳如烟这才明白 我究竟抱着 怎样的一个打算 因为这 柳如烟回家后 朝我发了很大的火 话里话外间都在指责着 我让她在婆家面前丢脸了 我身为丈夫 又怎么能做出 这般小气的事 不是你说的 各自亲戚自己负责吗 我只是在按照你的规矩办事 我不嫌不但地 回了柳如烟这么一句 对方听闻后 又是直接摔门而去 按照定位上的显示来看 她又是去酒吧 找她的新宠了 不做任何犹豫 我直接联系了丈母娘 把上一次 如如生病后 柳如烟身为妈妈 不去医院陪伴就算了 自己还在暗中 点男模陪伴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对方 末了 我还装着挤出了几滴泪哭诉 结婚后 烟烟一直说着 AA 我也一直顺着她的意 AA淡在如如生病这件事上 她不但没有把钱 用在自己女儿身上 反倒还花在男模身上 我真的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对于我这般暗中告状 丈母娘原本还抱着不幸的态度 但后面经过小舅子 亲自去验证之后 柳如烟在酒吧里 搂着男模的照片 也随之传到了丈母娘的面前 当晚柳如烟带着一身酒味回家时 坐在客厅的丈母娘 俨然黑了脸 是 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做给我看的 丈母娘倒是狠狠 把柳如烟教训了一顿 知晓自己找男模的事 是我告诉丈母娘的之后 柳如烟突然联想到了 那封害得自己被降薪的匿名信息 所以那封信是你发的 是不是 是你害得我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柳如烟本想走过来 狠狠揪着我的衣领发泄情绪 但我对此早已有所准备 直接化成了一副受害者模样 这是你同事告诉我的 如果不是你同事告诉我 我还真不知道 你竟然背着我偷偷做这么多事 瞒了我这么多事 不行就离婚 当着柳如烟娘家一众人的面 我直接提出了离婚 护住了当前的局面 柳如烟本还火气上透 想要继续跟我理论几句 但丈母娘小舅子等人 却争先恐后地让我再好好考虑这件事 亲戚干预生活的场景重现 只不过这次我成为了受害一方 柳如烟很快被她娘家人 灰溜溜地带走了 有了这次大吵一架后 丈母娘那边自知理亏 一连好几天都对我好生好气地劝告 不要跟柳如烟太过计较不说 面对我故意定了豪华奸 但却没有提前付房费这件事 他们也是打碎了牙齿咽肚子里 自己硬着头皮独自解决了房费 有了前面我和柳如烟的相处 他们自然是不想让我和柳如烟之间 走向离婚这条路 柳如烟明显对此不以为然 甚至还一度跟我叫嚣着 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惹怒我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下场 虽然那天我已经说明自己那照片 都是从柳如烟的同事手中拿到的 但柳如烟依旧执意认为 照片就是我传播出去的 生性高傲的她哪能容忍自己 就这么被我挖坑推下 不等我反应过来 她说出这一番话的意思 网上开始冒出很多 我和柳如烟之间AA生活的记录 一句我和我老公之间的AA生活 直接让柳如烟成为了 小有名气的网红 我也在她的记录中 成为了那主张AA制生活的人 今天女儿说 想要吃三块一串的烤肠 我出一块五 我老公也出一块五 我的AA制生活就是这样了 这是柳如烟最新发表的一条 底下配图着 她在给柳如买完烤肠之后 跟我的聊天记录 柳如烟那兴致勃勃 跟我分享着日常 和我那只是冷漠转了前后 一言不发的模样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网上开始有不明真相的网友 对我进行谩骂 十一 柳如烟想以这种方式 逼着我向她低头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事情发生后 我也不是没想过 把柳如烟私下约出两人 自行解决 但柳如烟始终一副 极为高傲的模样 对我发的消息熟视无睹 现在才知道来求我 晚了 我就要让你看看 一个男人太过斤斤计较 究竟是怎样的后果 柳如烟直接回应了 我这么一句后 又大肆在网上诉苦自己 AA制下的不容易 之前口口声声说自己记账 只是为了预防 我在背后捅她一刀的话语 也在此刻变得好笑不已 我没搭理她任由网上对我的辱骂越发严重 在一张张柳如烟刻意带歪真相截图下 大批她过来的水军也在不间断地抹黑我 一直到事情发酵得差不多之后 我学着网上人所用的方法 把截图背后真相 以及监控摄像头拍摄下的场景 一一做了公开 带到柳如烟开始反应过来不对时 我已经带着如如重新找了个酒店住下 如此迅速地举动打得柳如烟一个措手不及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安装那玩意的 没想到你那手段竟然这么下流 这么明显的对比发出来 你到底想干嘛 一小时内我要看到你的澄清视频 要不然咱们就离婚 毕竟是不知道我和如如现阶段所处的位置 柳如烟回了家乱砸一通发泄后 也直接对我展开了短信攻击 网上对于我发出证据后 那舆论很快呈现一边倒 与先前不同的是 这次网友支持的对象换成了我 网络键盘侠也在这一刻转移战场 一如先前对待我一般无脑地攻击着柳如烟 原以为是一个大男人日常生活 还对自己的老婆这么斤斤计较 和这最后竟然只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啊 好家伙 双标直接被你玩得明明白白的 明明男方付钱的时候这么爽快 女方才是斤斤计较的那一个吧 差点被带进沟里一起骂那男的了 果然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我像是看热闹不闲是大一般 把网友的言论一股脑地看完了之后 又主动曝光了如如生病时 柳如烟却在背后自己点着男模 独自潇洒的照片 不少柳如烟的同事循着未赶来 为我的爆料增添了几分真实性 一直到现在 柳如烟终于肉眼可见的慌了 十二 如果说在此之前 我对柳如烟做出的种种复仇举动 都是为了让她在AA之上狠狠跌一跤 那现如今一系列事情发生后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怎样和柳如烟替离婚 从她选择将我们之间的事 在网上公开那一瞬间开始 我心中对她的情谊也随之消耗殆尽 面对我发来的离婚协议书 柳如烟倒是看都不看 直接回了一句不可能 把我弄成现在这副模样后 就想要一脚踹开 你想都别想 柳如烟如是说道 言语间已然开始有了蜂魔的感觉 为了能够让我灭了离婚这个心思 柳如烟甚至绑架了如如 如如在电话中哭诉 让我不要跟柳如烟离婚的那一刻 我的心都要碎了 别对如如做什么 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解决 我试图和柳如烟讲的道理 想要说服她把如烟给放了 但柳如烟依旧不为所动 被逼无奈的 我直接报警说 有人绑架了我的女儿 根据如如电话手表的定位上看 警察很快就找到了柳如烟的踪迹 她应当是没想过 我竟然会报警抓她 被抓捕的时候 还一口咬定是警察抓错了人 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 我带我孩子回去 怎么会是绑架呢 一直到我到达警局之后 柳如烟依旧在那和警方理论 因为不想和柳如烟有过多纠缠 我直接向警方出示了 有关柳如烟口口声声 说要毁掉如如的证据 柳如烟一下哑然 为了不让整件事继续发酵 柳如烟最终在自己娘家人的劝说下 终于和我离了婚 拿到离婚证书的那一刻 柳如烟依旧不死心地问了我一句 我不就日常跟你喜欢AA制生活吗 至于这么认真 明明你一个大男人 多负责一点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她依旧不懂我所暴怒的点究竟在哪里 我也没回答她 直接拿着离婚证就走 虽然从此刻起 我就要独自一人 全权负责如如的生活起居 但我依旧不后悔 原因无她 AA制的生活 我实在是受够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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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